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张兰直播图点名隐隐胡说八道 暴气怒喊 闭上你那臭嘴 一人大S徐希元的前夫汪小菲离婚后 火速传出和小魔张隐隐交往的消息 两人虽然没公开认爱 但亲密合照却一一被挖出 引来网友批评 就连汪小菲的妈妈张兰也看不下去 近日张兰开直播时 更直接点名隐隐 怒喊 闭上你那臭嘴 引发热议 近日张兰在户外开直播 还在直播图中忽然开骂 闭上你那臭嘴啊 宝贝 好好刷刷牙曲 而网友则是满头问号 不懂张兰为何又突然在直播中吵架 对此张兰回应 这胡说八道呗 那个叫隐隐的 随后 他更撂下狠话 我跟你说啊 任何人都是自己的阴汉果 明白吗 你不要再拦截这再废话了 又单引号 据了解 当时张兰仅因为一名叫隐隐的网友出现在直播间 就让他忍不住发飙 即便骂的是叫隐隐的网友 却让人连想到张兰借此间接痛骂张隐隐 事实上 先前张兰就曾多次被网友问到汪小飞和张隐隐的绯闻 而张兰对于此事往往相当不耐烦 更多次在直播时暗指女方是臭虫 很酸一个正常的人家里愿意招臭虫吗 家里谁吃饱撑着跟史可狼同居 如今张兰再度对隐隐暴起 不免让网友做出揣测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